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从制造流程图可以看出 双面印制电路板的制造过程比单面板更复杂 双面板的板材两面都有铜箔 双面板上的孔除了那些用于插装原器件引线的孔以外 还有很多孔紧紧起到连接两面线条的作用 这些孔的直径一般都比较小 一般是0.5毫米 要使非金属的绝缘板材上的孔能够连接 典型的方法是金属化孔工艺 与单面板的工艺过程不同 双面板要先在板材上把孔加工出来 竖空钻床根据电路板的设计文件 在板材上指定的位置钻孔 竖空钻床钻孔大多采用合金钻头 钻头的钻速一般都在每分钟一万钻以上 有些甚至高达数万钻 高速钻孔的孔壁光滑有利于后续加工 在制作金属化孔和板面图形之前 板材要经过磨洗 磨板机要磨掉钻孔的毛刺 并把板面铜箔打毛变薄 这样有利于后续的电镀工艺 在磨板机内部 板材要经过磨板 调整铜箔的厚度 然后经过一流水洗 加压水洗 超声波浸洗 低压水柱冲洗 高压水柱喷洗 清水磨洗 强风吹干 热风烘烤 使板面 特别是孔内一尘不染 金属化孔的质量是双面板的关键质量 制作金属化孔 是一个严格控制的化学过程 化学电镀的基本过程是 把板材浸没在化学溶液中 在非金属的孔壁上 沉积金属铜基底 并在后续的工系中 使金属孔壁不断加厚 这样的工艺叫做化学沉铜 电镀使金属孔壁和板面铜箔成为整体 在电脑的控制下 板材不断更换的进入不同配方的化学溶液槽 我们统计了一下 这个工厂的金属化孔和板面电镀工艺 要经过30多个溶液槽 大约一个多小时才能完成 与单面板采用丝网漏印后 直接腐蚀电路图形的方法不同 双面板的导线密度很高 两面图形必须精确定位 典型工艺可以分成 先电镀后腐蚀和先腐蚀后电镀两大类 我们参观的这家工厂 在图形转移工序分别采用干膜和湿膜技术 干膜和湿膜都是光敏材料 并且贴膜工序必须在捷径的环境里完成 所以 贴膜车间是暗时 进入车间必须穿上特殊的工作服 干膜是一种单面有胶的光敏薄膜 板的两面被贴上干膜后 工人要仔细排除磨下的气泡 然后 以前道工序在板上钻好的定位孔为基准 把电路图形胶片贴到板面上 送到曝光机内进行曝光 经过曝光的板面 接掉胶片 图形已经转移到干膜上 板面上被曝光的部分硬化 呈现图形的副像 导线图形部分没有曝光 上面的胶膜可以被冲洗掉 与干膜法不同 湿膜法是在捷径的板材上 喷涂感光胶而形成胶膜 曝光是导线图形上的胶膜硬化 把其他部分的胶膜冲洗掉 在石刻车间里 先对板面上的导线和需要保留的图形表面电镀镍金或千锡合金 然后洗掉板面上的全部干膜 然后洗掉板面上的全部干膜 进行化学时刻 铜箔导线由于电镀层的保护 不能被腐蚀而保留下来 假如采用电镀千锡合金工艺 还要把线条表面的千锡合金退掉 对于采用湿膜法图形转移工艺的板材 就直接把没有胶膜保护的铜箔腐蚀掉 留下铜箔导线 完成了图形腐蚀的电路板 要采用丝网印刷工艺 制作组焊层和图形符号 在对电路板进行机械加工之前 应该对电路板进行加热处理 其目的是让板材把在前面工序中产生的内部硬力释放出来 通常这道工序叫做热锋整平 有些硬质电路板要在焊盘喷度千锡合金 这层千锡合金不仅在存储时保护焊盘 还能在今后的焊接中帮助焊接 在机械加工工序 要对硬质电路板进行成型加工 精度要求高的板用竖控洗床 精度要求稍低的板可以用冲床加工 油票板使用微型槽开槽机 双面板同样采用真床进行测试 还有一种专门用来测试金属化孔的非真测试机 在计算机的控制下 印制板的两面各有一组飞快移动的顶针 同时顶到同一个金属化孔的两端 如果孔内的杜层电阻超过标准 设备就会报警 在产品的生产系统中 质量控制和质量管理 必须深入每一道工序环节 也可以说质量控制和质量管理 是和制造工艺过程并行的体系 每一道工序环节 每一个工人的操作 直到产品包装出厂 都在质量体系的监督之下 制造多层板 是一个更加精细的工艺过程 尽管加工设备或加工内容 与双面板相似 但由于板的层数多 导线密度高 所以始终必须保证定位和加工的精度 多层板的内层基板很薄 一般不超过0.2毫米 按照预先加工的定位孔 先进行内层加工 图形印刷 图形时刻等工序 与双面板类似 为了保证内层基板上的图形准确 有条件的厂家 采用自动光学检测设备 好感谢 图形象 好感谢 好感谢 对 弥勿 编添